你们想在这边问还是想负问呢? 数太少可能先开始说一下 因为那些人还没来齐 好啊,陆续会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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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什么同学先 都是老学员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那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许光明老师 今天和大家上课是 道家过怒阴阳 金索玉关风水 高级班第一课 在这里非常多谢各位同学的支持 由初班一直读到高班 在上高班之前呢,我希望各位同学 不要忘记了初班和中班的一些内容 而且有机会要多些去运用 这个过怒阴阳金索玉关风水的理论 在现实当中去运用它 因为香港呢,是非常之多这种机会 利用风水技巧去帮自己帮人做事的一个地方 因为不像大陆 目前大陆还有些人呢 对风水还是半信半疑的 但是香港的市场呢 就会比较大些 顺风水的人比较多 所以你们有很多机会 利用你们学到的初班和中班的知识 去帮助到别人 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学好它 而且这个过怒阴阳金索玉关风水 就会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现在上的这堂课 为什么叫高怒阴阳呢 就是因为它很简单 你学习这些理论之后呢 你又经过一间店铺门口 你都会知道它的风水是否可以的 那么我们高班学些什么呢 高班就会学得更加仔细一点的风水 因为我们在初班和中班呢 重点是放在八个方位 比如说 一二三 一二三 四 要沙 六七 八九 要水 基本上我们初班和中班呢 都放在这八个挂位上 这种理论呢 相对来说呢 你 钻视 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摆风水局呢 都OK 但是 你想达到一些具体的目的 初班和中班的理论呢 还是不够的 你们要将高班学到的内容 融上去 所以高班呢 我们经常会教这些 比较有专业性的 风水布局 或者风水判断的方法 比如说 如果我家里是女人当家的 那我这个风水应该怎样去布局更加好呢 家里某些人 涂花比较旺 问我怎样去 将她的涂花斩了 说到斩涂花这些 有些人会花很多钱 请你师傅去做法事 做这样那样 做法事花的钱 是贵的 还有做法事 维持的效果 不会很长久的 可能一年半载 又犯这些问题 又犯这些涂花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做了法事都不行呢 是因为你风水那方面 没有调好 没有找出风水的问题 所以你做法事是暂时 通过做法事 暂时压制了 这些风水的不好的力量 暂时压制了 所以我帮人做法事 我还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通过看起的法子 或者看起的奇门遁甲 终生盘 或者用紫微斗数 帮她看 看回几条命 是怎样的 哪些年份容易犯桃花 如果是打后的日子 都很容易犯桃花的话 那风水上面 就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那风水上面 做出适当调整的技巧 就是高班才会教她 因为高班 他讲的会比较小一点 其实在初班 中班只讲到八个挂位 在高班会讲到二十四三 即是将中班讲到八个挂位 就是八个方向 高班讲到二十四三 就是二十四个方向 更加小一点 那命犯桃花 帮她调完风水之后 再跟她做法事 这样才是叫做 阴阳结合 请记住 我们帮她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好 催财也好 催婚姻也好 催星跡加生也好 一定要阴阳结合 阳是哪方面 阳的这方面 包括了风水 明理 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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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说话 表达能力 其实这些都是要变的 风水 你去帮她调 命理 你去帮她看 但是行为 习惯 表达能力 说话的技巧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要学的 所以这是阳的方面 所以你们 跟客户做事也好 或者跟自己做事也好 都要问自己 问客户 你的行为习惯 正不正确 你的表达能力 正不正确 你的知识 结构 合不合理 如果都不对 那就要改 要改行为 要改表达 要多读些书 读些有用的书 又不是随便读 你想在哪方面 赚钱 你要读哪方面的书 不要 我想赚钱 想上班 想职加生 我又学了个烹饪 煮饭仔 那就没意思了 或者我想在炒股方面 找到钱 我又学了个市场营销 学了个回计 那就没意思了 你要学股票炒股的 你就学炒股的技巧 学炒股的方法 你想升职加生 你就将你本身的业务 各种能力 各种关系 建立好它 再调一下自己的风水 再和自己做一场法事 做法事 就将阴的事 解决它 那阴的事 解决它就好了很多了 因为在 宗教理论里面 最起码都有三重天 天界 人界 地界 地界就是阴界 永远都是阴底阳 人界就是阳界 阴底阳 阴底阳 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在人间 作出 你在人间想享受 更加高的层次 想找到更加多的钱 你地界、阴界的事情 你肯定要先去解决它 所以这个法事 平时带一些符咒 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不可以缺少的 因为天人地 三界 就好像三角形 所以很多时候 天上一天 地下一年 人间一年 其实是一样的 人间一年 人间一天 阴间一年 阴间一年 阴阻 这些 其实都是要好好地去 调理的 好地去调理的 OK 希望你们学了高班之后 不要忘记了初班、中班的内容 一定要缺合起身去肉 还有你们学高班的内容 不要单单只注重某一样技巧 好 这样是不够的 特别是一会儿 八点半的那一堂 那一堂 那一堂 发述奇门高班 你不要单单只注重一门技巧 你要去全盘去考虑 你的风水 或者全盘去考虑 你这个奇门更夹这个盘 你才真真正正 可以解决到一些具体的事情 OK 第一个知识点 24生沙水 需要如何配合 才最有能量 其实我们在中班都说过 所谓的一个风水保地 在内外都要去考虑的 内外都要去考虑的 那无论如何去考虑都好 其实都是要沙的地方得沙 要水的地方得水 这个是最基本的 要沙的地方得沙 要水的地方得水 但是 如果是 沙水在对公 是配合得到的 才清之为 风水保地 才清之为 风水保地 我们先讲讲这个内部的环境 在家里一个内部的环境 什么是沙 厨房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沙 什么是水 厨房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沙 什么是水 厨房 厨房 大门 羊台 羊台是最重要的水 还有和室的床 都是最重要的沙 你拿着这五点 就基本上 可以将家里的风水 调到好像风水保地 比方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位置是不是很重要 这个位置是不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位置站在两个沙之间 这个位置在两个水之间 他们又是互相为对公的关系 他们互相为对公的关系 所以说你在中间落楼间 专门才找到这两个点 你找到这两个点 认识这两个点是怎样用的 比如说这里要水的 好不可以做厕所呢 好不可以开门呢 是不是门口呢 好不可以做阳台呢 哪怕开窗也好 好不可以做厕所呢 好不可以做厕所呢 好不可以做厕房呢 好不可以做厕房的话 好不可以放一棵床在这里 天天在这里睡 好不可以静的话 有自己这样去考虑 可以干净湿 explanation 放在内部風水上先调好 就盡量在这几个挂位置放少些东西 盡量放少些东西 少放些杂物 所以有些师傅都会说 家里的杂物太多 杂物太多 其实都是一个不好的风水表现 很多人在家里有很多杂物 为什么有这么多杂物 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能写 所以说佛家和道家都有说 断舍利 断舍利 你这个又不舍得掉 那样又不舍得掉 反映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 又是一样 泼泥大水 嘔断思念 反映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又是一样 做事咪咪摩摩 做事咪咪摩摩 那你怎样去做好一样东西呢 所以说呢 家里的杂物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是一年内 都用不到的 就拋了它 大胆地拋了它 最多一年后 想用的时候再买回来 可用可不用的 就拋了它 就拋了它 只要你肯下心去身 你才真正正正正 会体会到 你懂得断舍利 那在生活当中呢 你才会真正正正正的 作为一个强者出现 如果不是这个又不能写 那样又不能写 那你在生活当中 家庭当中 感情当中 工作当中 那是不是真的 都是这么多 所谓的麻烦东西 那你这叫麻烦东西 你肯下心来 有些该写的 就写去它 那就OK了 这一个PPT 告诉你 24生 沙水需要如何配合 才最有能量 你拿着这一句就可以了 沙水在对公 要互相配合 哪怕你只是配合了 一个工位也好 你不用说 一个工位也要配合 不一定的 你只要拿着 拿着你是女人 还是男人 你家里是老大 还是老二 啊 你送什么新潮 拿着这些东西 你重点调 那几个工位就是 没有人说 调自己家 除非你自己设计一个风水 就可能百分之一百 就是对风水的理论 但如果你是 已经住了进去了 你又没有可能换屋 那怎么办 就是拿着几个工位 调好的就可以了 正所谓我们以前读书都说 都要抓 要抓 只要矛盾 要抓大放小 调风水都是一样的 你要抓只要矛盾 要抓大放小 一个家庭 没有可能是什么都相信的 怎样都有一些 知道做东西的 只要是小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 破财 那些人都会破财 比如说你请人吃饭 算不算破财 都是的 家里的新车朋友 结婚 做好事 那你是不是要给礼金 也是破财 换了台新车 买一间新楼 家里装修一下 其实这都是叫破财 这叫主动式破财 一般你将自己只要几个工位 你调好它 剩下的所谓的破财 都是主动式破财 应该花的 这笔钱 就不会投资失败 不会被人欺骗 不会借钱不还 这些破财 因为你将主要的矛盾 抓起身 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都想着 我要将这个风水要调到百分之百 对 很好的百分之百 对 但是那些是 是一块空地 你自己建屋 才可以 好像商品房一样 你厨房啊 厨房啊 厨房啊 很多时候都定死了 你最多厨房 把楼头在厨房里面 调来调去 可能放在这边 放在那边 还有 安排的地方 放在那边 洗机的地方 换个地方放在那边 只要在小贩为内 才可以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 沙水在对工要互相配合 而且调风水 一定要抓大 放小 抓主要矛盾 抓主要矛盾 老师 老师 想问你 沙水那里 你上次说过 洗衣机很重要 那厨房很多时候 香港厨房很多时候 都是放洗衣机的 那那里会不会影响到 那你就要 细分了 如果厨房 放了洗衣机的话 洗衣机要放对位 和这个 做头要放对位 洗菜池 就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洗菜池用的水 是比较少的 洗衣机用的水又多 因为洗衣机要过水 一般 洗一次过两次 三次水 那些水就会 带走家里很多能量 所以洗衣机的下水道 就是出水的地方 要量度对它 还有做头 这个位置要量度对它 其他的位置 好于量度的话 都要量度 但是量不到的话 都要量度 明白吗 那洗衣机都一定要 放在水的位置 震山 就是厨房都要放在水的位置 嗯 是 没错 放在水里放 你看这个高班就知道了 因为你粗班和中班 只是讲了个挂位 比较粗些 讲了个挂位 现在是讲了二十四三 有计算的 有计算的 老师呀 做头是不是属于沙 做头是属于沙的 厨房做头 我讲的厨房 其实是做头 我讲的厨房 我讲的厕所 其实是摩市的地方 哦 嗯 那我们的沙水就对了 是 是 花洒这些 其实你可以考虑的 都考虑 洗手盆这些 可以考虑都考虑 但是考虑不到的 都有的 因为他们用的水 不多的嘛 是摩市的地方 还有厕所 还有洗衣机 还有做头 这三个地方 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床铺 床铺也很重要的 好吗 好 好 还有那些 如果是水 上次 你说放在鱼缸 那里 又要高过胸口 那如果放一些画 譬如放一些 山水画 那些瀑布画 都会高 都会高 那些胸口 那些又会怎么样 那些是很少能量力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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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放水 那些 山水画 有些就说放瀑布 不是那么好 其实瀑布好 还是不好的 如果是瀑布流向 家里面的 就不好的 流向家里面的 就好 还有要放对位 谢谢 谢谢 作为一个高级的风水 沙水配合 应该更加细分 记住 沙水配合 应该更加细分 才可以达到 某种具体目的 不单单只是看 8个挂位的沙水配合 重点还要看 24山的沙水配合 你家里落楼间 除了看这些挂位 比如这个 沙瓜 跟瓜 真瓜 尊瓜 尼瓜 分瓜 对瓜 拳瓜 这样看就比较粗些 你只是用这个方法去布局的话 可以达到 调好风水的目的 但是 想能量更加大 要捨起这个 比较粗的方法 用这个24山 更加细分的方法去做 当然是一样的 比如说 任子葵 属于 陷瓜 陷瓜都是要沙的 所以 任子葵 都是要沙 丑近人 属于 更瓜 更瓜 是要水的 丑近人 都是要水 它是没有脱离原先的框架 原先的知识还是没有脱离的 只不可以告诉你 要更加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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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细分呢 就是说 在罗间 你自己躲一躲 这个 灶头 在哪个位 在神 这个灶头在东南边 东南边有神 信 智 这三个方位 那它是哪个方位 就更加细分 就像这家屋 它的灶头 在 信 拿出这个数据 比如这道门 甲某叶 可以在哪里 可以在叶 这道门 可以在叶 阳台在哪里 在丙5丁 丙5丁 丙5丁 这里 那这个次数在哪里 我试这个地方 在淫子柜 淫这里 就是要细分一点 要学会细分 这个打点 要学会细分 不要再学会这么粗 比如说 这个厨房在顺瓜 这样就粗一点 阳台在尼瓜 这样就粗一点 门带门在镇瓜 厕所呢 在这个 陷瓜 这样就 调风水 调不出太好的效果 因为太粗了 所以要细分一点 第一个细分一点 那么二十四山 它都是两两相对的 淫饼 紫五 葵丁 醜味 人生 人生 老师 你刚才说的 任瓜在厕所那里 那 那 堪瓜不是要杀的吗 那现在有厕所在 淫那里 那现在的厕所在淫那里 我举个例子 我没有画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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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举个例子 OK 我举个例子 告诉你 你们 我们学了高班之后 要细分一下 不要学此前那么粗 还是看挂位 现在就看二十四山 二十四山这个位 其实二十四山都是两两对应的 都是沙水对应的 淫饼是不是沙水对应 叶申也是沙水对应的 这样的配合二十四山呢 才更加有能量 更加有能量 比以画学此 这个位置 一个信挂 信挂是要沙的 这个造头是在沙上 没错OK 这个是OK的 但是你这样的配置 信挂 有造头是有沙的 是没错 风水是好的 但是它的力量 会不会百分之一百 发挥出来呢 你看回这个拳挂这个位 拳挂是要水的 拳挂是要水的 所以你来这里 这个位 拳挂是一幅墙 是一幅墙 墙 墙属于水 不属于水 不属于 何为水 水 有几种概念 低一寸为水 看外面的环境 叫低一寸为水 看里面的环境 水 就是空气流动的 或者有流动的 暗时的 水 才叫水 才叫水 所以 你自己考虑 拳挂这里 摆什么是水 比如说你所说的 山水画 是不是 没错 这个时候 拳挂这里 摆个山水画 就是很ok的 而且拳挂这里 拳挂这里 这一块 拳挂这里 拳挂里 有个拳挂这里 这拳挂道 是不是有个拳挂在 这什么 在昌 角 这有什么 那时候刮铜的风铃 你开枪的时候 风吹动这个风铃 声响 风铃声响 是不是有能量的浪动 这有能量的浪动就是水 所以你在这里刮个风铃 又将这个 顺位 这个造型的力量 加大了 先舉這個例子 不好意思,你說放風靈 風靈放在那裡就會加大力量 放在沙的地方不會有響 如果放那些,例如招牆貓或者會動的那些公仔 都可以的 可以的,你放一個鬧鐘在那裡就可以 一個小鐘都會經常動的 可以嗎? 再看回這裡,任丙也是一樣 丙在這裡開陽台就很好 但是丙這裡做了廁所就非常之不好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好像說你這個廁所 你確實是解決不了的 對不對? 你要這樣去考慮 廁所在這裡,我如果有機會改的話 改到這裡就肯定好了 對不對?但是改不到 我必須在這個位置做 那怎麼辦? 以前教過是不是掛那個 紅色的中國蝶在這裡 這是一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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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是一個前提的 你在這裡掛個紅色的中國蝶 丙這裡 如果剛好是陽台是屬於水的位 也是有水的東西在這裡 那你這樣去處理 其實問題都可以的 都處理好了 掛個紅色的中國蝶 最糟糕你這裡也是廁所 你在這裡要沙的位置是廁所 要水的位置不是陽台 而是一幅牆在這裡 那就嚴重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家裡 大家都是 任這邊是廁所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出問題出的比較大 有些人家裡的問題出的比較少呢? 就是這個區別 就是對公的區別 就是對公的區別 就像這間屋一樣 就算是不化的話 因為炳火 炳山這裡是對的 只有這裡不對的 是會出問題 但是問題是比較少的 問題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一點也是有區別的 講這麼多話 就是告訴你 二十四生沙水 一定要細分 細分之後再講求 某油、葉生這些相對的公位 要沙必須是沙 要水必須是水 那就好做很多了 就是這樣意思 OK 這裡講到二十四生沙水能量 就講到這裡 希望你們都明白 封水的 老師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秉任那裡 任那裡 你有個坐廁 你就說不要 如果坐廁 你說改它開 但是害那個位都不好的 害那個位你都是 都是不對的 你自害那個位 都應該不行的 其實這個廁所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解決不了的 第一個如果是一個公位有問題 還有一個公位 對公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改可不改都可以 只不過是都會出問題 只不過是出問題很少的 你受得順的 明白嗎 但是你要改的話 你要改回這裡 改回這裡 改回這裡 改回拳這裡 改回拳這裡 改回來 看不見 就把這裡的能量激發出來了 這裡是不對的 因為這裡是洗手盆的 字這裡 嗯 對 不是我的意思嗎 那你改了在害那裡 率前害 但是你那個字的位置又不對 那你就要擺回一些沙的東西 要這樣去考慮 我也說 這樣去考慮一些問題 要考慮小一點 就是你要把害的 把這個廁所搞好了 這些人就不會出事 老師 你說害那裡 上次你說要加回7度 那那裡是不是又要 那裡是要擺沙的 其實害也是 加回7度 沒錯 那時候說過加回7度 但是計算一條數 我說計算一條數 那加7度 那害其實是不是要擺沙這樣 那樣 那個坑加了7度 是啊 沒錯 這裡要加7度 加7度 但是7度 沒有把那個害全都拿走的 害有15度的 那都要去近前那邊的時候 害得來都要 沒錯 你計算一條數 你說那個責價很重要 好嗎 嗯 是啊 好 你們懂得 串通起來想這個問題 就對了 串起來 將初班 中班 高班 串起來考慮一件問題 就可以了 養長生生習掛 看風水 最好 有圖的 畫個圖出來 將個爐架 寫上去 如果是沒有圖的話 沒問題 在現場 你拿些數據出來 比如說 你在這裏打爐架 打到這個廁所 大廁所的洞 打到廁所的洞 你把這個道數 寄起來 寄起來 這個道數 打到這個造頭 把道數寄起來 記住這個道數很重要 再 再停下手 坐下 喝杯茶 慢慢度一度 這個門口的道數都要拿出來 等等這些道數 床是枕頭的道數 床中間枕頭的道數 其他的陽台就沒問題了 陽台看兩邊 大的地方看兩邊 拿回道數 拿準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老師 我想問 你說剛才如果在潛位那裏 譬如水的話 我可不可以放些水柱 或者是有些可不可以 加強水的力量呢 可以的 你要自己考慮水的性質是什麽 水的性質是什麽 變化的 是不是 向下的 啊 等等等等等等 你把水的性質 這件事 咦 怎麼發發聲響呢 好 OK 好 繼續來 不用急 不要再糾纏在24生 不好意思 你剛才跟學問水柱 上次你說魚缸都要開放的 不可以密封 但是水柱沒有經常密封 水柱是密封的嗎 水柱是密封的嗎 水柱是那些會動的 即現在那些擺設的 魚缸很壞的水柱 是否講過做學同學 不是 因為水柱是開放的 即是說水柱有些燈打上來 即是好像燈飾泡那些 那些水是這樣滾上來的 即是它是露面的 露面也可以 那些水會蒸發就可以 那些水會蒸發就可以 那些水球那些 好 繼續 那如果老師 譬如在那個潛位那裏 譬如我教步冷氣又如何呢 冷氣都是有水的 你厲害 教步冷氣又可以的 其實冷氣其實就是水 冰箱不是的 冰箱就是沙的 記住 冷氣、電風扇都屬於水 好 再來再來 不用急 二十四三講到這裏 二十四三 沙水需要二號配合賽 最有能量 第一個看小一點 第二個看對公 就OK了 沙水配合 專題 基本上每一堂課 高班每一堂課都會講專題的了 旅養當家 風水怎樣報告 先拿著幾點 幾點 先 旅養當家 這幾個位 旅養當家這幾個位 看著 顧 加油 下一個路紙 顧方有沙 君方有沙 或者信方有沙 那這房子基本上都是女人作主的 那在家庭裏面最大的沙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沙頭,不是廚房 廚房很大的概念,是這個沙頭 煤氣爐,天然氣爐,電池爐,燒柴的爐 都算是 所以你家庭如果是信工 基本上好像很多時候 這裡開門就很容易信工做廚房 這裡開門也很容易 這些地方開門的話 就很容易 這些地方會做廚房的 所以你要拿著這幾點 剛才我所說的 特別是昆沙是最好的 昆沙做廚房不單單是女人當家 還可以出美女,會發達 家庭內外環境都是這樣看的 我現在說是內部環境 在家中心點裡打勞奸 你看回那個沙頭在哪裏 如果確實是沒有 那床床 那床庫 自己那床庫都可以放一放 是不是 都可以放一放 重新放一放 你只要放到床庫的中間點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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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夫婦 在這裏睡 我床庫的中間點在信這裏 或者在坤這裏 或者在葵這裏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當然 你做得睡房的房間 千萬不要經常打開窗 和打開門 這樣就變成了 一個水的地方 就不是沙的地方 你要空氣流通 你來不中打開窗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除了睡覺 不打開 每天都打開 那就沒有必要 風水的能量 又縮小很多 那如果是 在外部環境 其實是一樣這樣看的 比如說你家裏 這一點要用心去學 這個是你家裏 好嗎 你不要緊 我也是 你不要緊